每个人总会有些大大小小的怪皮 明星也是如此 尽管平时都是光鲜亮丽的 但是他们也都是人 他们也都有些奇怪的癖好 就像白静婷 他可是把鞋子当做女朋友般对待 其实除了白静婷 还有许多明星都有些怪皮 今天就跟我一起来 看看这些有怪皮的明星们跑 一羊羊都说打人不打脸 头可破 血卡流发型不能乱 许多人对于发型的重视度还是很高的 因为只要一不小心可能 你就会因为发型不好而被吐槽 羊羊就是一位十分注重自己发型的人 每当他要出门的时候 他就会在镜子面前捣齿很久 当然每次羊羊的发型也都很酷 我是觉得长得好看 的人什么发型都好看 除此之外 羊羊还是一个带点洁癖的男孩子 正爽正爽这些年可以说是经历过很多事 无论是感情还是事业 他从当初那个青春阳光的大学生 变成了如今这个青春而又成熟的女孩 他的感情生活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的 如今一直有传言 他已经有了新男友张衡 只是当事人没有公开 等恋行稳定 相信过不久大家就能听到好消息了 即便这么多年过去 他变了很多 但是他的那个自言自语的怪皮 还是一直都没变 和他一起拍过戏的演员 不论是在节目中还是在生活中 爽妹子最喜欢自言自语 正爽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东北女孩 性格非常港直 这么多年了 他还是学不会圆滑 不过也正因为他的性格才会吸引那么多的粉丝 三 陆寒陆寒一位当红流量小生 尼美可以说是无数 但是粉丝是放在脑子里 女朋友是放在心上的 她和关小彤的恋情虽不被认可 但也还是被祝福着 都说处女座的人都会有强迫症 陆寒并不是处女座 但她却有强迫症 她无论在哪都会把东西摆放得很整齐 这是她很自然的一个习惯 不整齐她会受不了 只要有一点点当乱 她都会禁不住去整理好 难怪关小彤的爸爸那么喜欢陆寒 看来还是有道理的 毕竟这是一位很爱干净的男孩子 四 赵又廷强迫症分很多种 但是赵又廷所拥有的强迫症 可以说是很少见了 她在一次节目中曾经坦言自己拥有双数强迫症 就是不论什么东西她都希望是双的 比如说每次买东西 她都会买双数的 吃东西要吃两个或四个 看视频的音量要开到八或十 也不知道这是啥怪习惯 看到这样的赵又廷 很多网友调侃 还好找老婆不是双数的 五 周新驰 周新驰是一位实力才演员 他给我们的感觉是那种能量长很强大的角色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新爷是一位很胆小的人 比如说他怕黑 晚上都是开灯睡觉 在大家的印象中 小孩子才会怕黑 但是我们的新爷这么大了 睡觉居然不敢关灯 甚至连门都不敢关 这样胆小的新爷 我还是从未看到过 六 李冰冰李冰冰给我们的感觉 总是那种酷酷的感觉 在生化危机里面的她可以说是十分霸气了 她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人 但是她也有一个怪癖 那就是她十分喜欢吃咸菜 不论是什么时候 就算是在那种高档餐厅 她都会点一道咸菜 有时候即使是要出锅应酬 在她的行李箱里都会自带咸菜 也算是一位很接地气的明星 郑爽喜欢自言自语 怒含有强迫症 青爷怕黑 李冰冰喜欢吃咸菜 最接地气 9 0 5 2 3 20 中